小胖子学了比热融的概念后 想要比较豆浆和牛奶的吸热性质 于是在家里做了一个实验 找来两个相同的塑料瓶 在其中分别装入质量相同 初温相同的豆浆和牛奶 控制变量嘛 两瓶中各装有一支相同的温度计 然后将两个塑料瓶同时进入热水中 观察发现加热相同的时间 豆浆温度升高要多于牛奶 这说明等质量初温相同的豆浆和牛奶 吸收相同的热量 豆浆升温大 利用Q对于C乘MΔT Q和M一样的情况下 ΔT越大说明比热融越小 嗯 豆浆比热融小 那问题来了 要是牛奶和豆浆升高相同的温度 豆浆吸收的热量与牛奶吸收的热量 大小关系如何 很显然还是利用公式 质量一样 升温一样 豆浆的比热小于牛奶 所以豆浆吸收的热量 要小于牛奶吸收的热量 也就是对牛奶加热的时间要长一些 小胖子利用实验数据 大致描绘出豆浆和牛奶的温度 随时间变化的图像 如图 粗心的小胖子忘了标文字 A与B谁是豆浆谁是牛奶 我们可以看到在达到相同温度时 A加热时间为T1 B加热时间为T2 显然B用时长一些 从前面的结论可以判断出 加热时间长的B是牛奶 而A是豆浆 总结一下 探究比较物质的吸热性质 要紧扣公式Q对CMΔT 当这两个不便时 通过升高温度的大小 来比较吸热的多少 当这两个不便时 通过升高温度的大小 来比较比热容的大小 注意用同一热源加热时 加热相同的时间 即认为吸收的热量一样 也就是说用加热的时间多少 来确定吸热的多少 你明白了吗 呵呵